同学们好,继续学习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上节课是谈到内部交易这一块 内部交易有逆流,有顺流 逆流的是说联营企业或者合营企业把资产出售给投资企业 这就逆流 顺流那是投资企业把资产出售给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 逆流的交易的处理上节课已经说明了 下面我们看第二,顺流交易 教材利益7-12 假企业持有乙公司20%有表决权股份 能够对乙公司的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施加重大影响 2017年 假企业将其账面价值为600万元的商品 以10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乙公司 这207年资产负债表致 该批商品尚未对外部第三方出售 假定假企业取得该项投资时 乙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供饮价值与账面价值相同 仍然不用去考虑投资时点 被投资单位资产 供允价值账面价值差额这个问题 两者在以前期间未发生过内部交易 乙公司207年净利润是2000万 假定不考虑所得税的因素 那这是一项顺流 投资企业把资产出售给了联营企业的 那假企业在这项交易中实现了利润400 600万万1000万 我们作为整体上不认 所以调整后的利润就应该是2000减去的400 那是调整后的利润 再乘以自己持股比例20% 分路是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贷方贷投资收益320万 这样 当然这个分路我们同样可以分解成两块 一块说没有内部交易是什么 没有内部交易2000万乘以20% 借房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贷方贷投资收益400万 没有内部交易就是他 那内部交易呢 我们未实现利润要消除 600万万1000万 购贷方全部结存 那这里未实现的一共就是400万 400万乘以20%消除借投资收益 带长期股权投资一调整 就是说内部交易的消除 我们反正就通过这两个科目 投资收益长期股权投资 那以后实现了也是反映到这里面 然后书上说 假企业如需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对该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应在个别报表 以确认投资收益的基础上 进行以下调整 怎么个调整呢 借营业收入 用1000万乘以20% 反映200万 带营业成本600万乘以20% 反映的是120万 投资收益80万 这是说 假要是有子公司区编合并报表的话 他跟乙的内部交易 对象业务怎么办 怎么个调法 那如果说没有子公司 不用调 没有子公司 我们就是前面的翻路就结束了 有子公司因为 假跟乙的这项业务 有子公司不编合并报表吗 在合并报表上要求的并不是 我们这里的借投资收益 带长期股价投资 是别的 所以你得调到合并报表上的结果 说这个问题 这么一个提示 在假企业的个别报表中 无论假企业销售给乙公司的是什么样的资产 那产生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的消除都是在投资收益里面 我们都是借投资收益 带长期股价投资 但是合并报表角度不一样 你要销出具体项目 因为我们知道假 它呢是投资企业 它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是进合并报表 你看我们刚才他说 这项业务它有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那你要销出它去 别什么弄个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是代表被投资单位的 被投资单位那些东西根本不会进入假的合并报表里面来 所以它要销出具体项目 比如有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那如果说假要是把自己的固定资产物性资产出售给已了 会在假的这里面会有资产处置损益 那你要销出它去 是什么销出什么 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其实要销出的是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这么个东西 好看一下这个图 我还是给大家解释 假的这一边它确认了营业收入 是一千 营业成本确认六百 存货减少六百 然后呢 你的这边存货增加一千 这也没问题啊 如果我们要谈母子公司合并抵消的话 我们看合并抵消应该是什么 这样 母子公司的抵消呢 会借营业收入一千 带营业成本六百 带存货四百 这没问题吗 母子公司全抵消 但是 我们现在不是母子公司 是这种投资企业和联形企业 所以要乘以持股比例抵消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 如果反映到假的合并报表上 那你正常应该这么考虑抵消是 借营业收入二百 带营业成本一百 带存货是八十 应该是这样才对 然后我们再分析一下 那这项业务涉及到的项目 在随的报表上 如果在假的报表上 不用做任何替换 就该抵 因为假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 是会进合并报表的 你的进不去 你进不去 你得替换 是损益替换成投资收益 是资产替换成长期股价投资 你不替换不行啊 因为他没进去嘛 营业收入 营业 成本 这是在随的那边 他真的在这个 假的报表上 因为 假企业卖的 他确认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不要再替换了 但是我们看这个存货呢 这个呢 这是在谁的 这是在乙公司 一定是他 那乙的这边 我们就得把它替换成长期股权投资了 要替换了 因为是资产嘛 所以要替换 替换成长期股权投资 所有资产负债 如果是被投资单位的 以长期股权投资反应 所有损益类型的 以投资收益反应 因此就说 这项业务 内部交易 如果假有子公司的话 在合并报表上 怎么进行抵消 结果应该是他 这是合并报表中的一个结果 营业收入200不用动 因为本人就在假的那边 但营业成本一边 也是假的那边 有 但是要把存货 替换成长期股权投资 因为毕竟没在假的 在乙的这边 乙的资产负债收入费 没有进入假的合并报表 假的合并报表里 只是假的 和他的子公司的 资产负债收入费 放在一起了 那这是结果 但是我们知道 这项内部交易的消除 我们个别报表上 可没有反应他呀 个别报表 我们前面分析了 是这样的 借投资收益 带长期股权投资 因为所有内部交易 消除吗 在个别报表上都是 借投资收益 带长期股权投资 他是这样来反应的 所以 没有子公司的话 不用调 有子公司需编 合并报表了 那我们就得说 把这项内部交易 调整到合并报表上 所需要的结果 需要它 这是个结果 那怎么调 由个别报表 这一番路 调到这个结果 那我一看就清楚了 那就得是借营业收入 要这个结果 借营业收入 200 带营业成本 120 然后他个别报表上 来个什么借记投资收益 那不行 那带长期股权投资都一样 所以把投资收益 就带投资收益 那你把这两个 个别报表上 是他 我们要调了这笔分路 最终放在一起 不就形成了 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带长期股权投资吗 需要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是属于 我们书上的 怎么来的 这么一个过程 看一下 这不就他吗 借营业收入200万 带营业成本120 带投资收益80 只有通过这笔分路的调整 最终才能达到这个结果 和平报表中结果 因为和平报表 我们要求是他 这是他的道理 假定 至207年资产负债表日 该批商品对外部第三方 出售70% 30%形成期末存货 那假企业应当进行的账务处理 也是未实现部分 2000万减去 有多少未实现 第一年的时候 一定是没有卖的这一部分 才叫未实现 卖的部分都实现了 所以要减去400万 乘以30% 这叫未实现 我们就有 之后再乘以20% 借长期股价投资 一调整376万 带投资收益376万 是这样 这个分路也可以这样分解 一样 说我先生 自己正常的2000万 借长期股价投资 一调整 带投资收益 2000万乘以24% 然后我们就是没有卖的这一部分 才叫未实现 因为这是内部交易 400万乘以30% 没有卖 那我再乘以20% 因为整个的利润是600万 整个的利润是400万 600万买1000万 杰分30% 借投资收益24万 带方长期股价投资24万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整个这一块的处理的过程 因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在假企业的个别报表中 这个我们看到 因为它是属于顺流交易 你合并报表上 那肯定是全底调 就说要是母子公司的话 那你全底 但我们现在不是母子公司 我们现在投资企业 持有联营企业20% 所以这一部分要抵20% 抵消营业收入 1000乘以20% 营业成本600乘以20% 我们再看说这个存货 那已对外销售了 它销售了70% 营业成本 当然就会用的是1000乘以70% 因为它入账入的是1000 700万 600到1000 如果说一个是假 一个是瘾 往这卖的 我们如果把它做为一个整体的话 内部之间那个卖啥都不认 你说真正以后把存货 卖了1100万 问这个整体确认多少营业成本 那肯定600啊 你要说以后都卖的话 那1000是无效的 比如我们要卖了1100万 那你从 如果是母子公司 把它做为一个整体的话 假卖椅子这边啥都不认 以后我们真的要是卖了1100 应该确认的收入数就是1100 确认的营业成本就600 与这1000没有什么关系 是这样的 那就说合并报表角度 确认的营业成本数 你卖掉部分吗 应该是600乘以420% 但是以公司 个别报表上多确认了营业成本280 是不是啊 他确认多少了 确认700 他说1000乘以70% 来算的 我们正常的来讲呢 是600乘以70% 那使以公司的利润是减少了280 那从合并报表角度 对以公司利润要调增的是280万吗 以营业成本不多了 确认了吗 费用要是多计了 利润不就少了吗 这是以的那边 那假企业相应的要调增投资收益是56倍 因为那边的利润要是相对于要调增的话 从那角度 你就得跟着去确认投资收益的跟着增 因为投资收益是代表被投资单位净损的份额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说假要是有此公司需要编合并报表的 投资收益的数会是多少呢 我们反映的 24加上56 80 应该是这个 你这里面 原来是有一个自己结算的24 是要抵消的 然后这里面你要从有此公司合并报表的角度上 还有一个条 条56 你要给他调增 80 所以合并报表调增分路 就是借记营业收入 代方呢 代记营业成本 代方代记投资收益是80 就说你不管以公司阿联邦七年是否出售的商品 或者出售多少 合并报表上就是反映最开始的数字 他跟逆流不一样 逆流是看我自己期末是结存了多少资产 那你资产也未实现的肯定称义持股比例 而这里根本不用称义持股比例 当期全卖了 那你营业收入也会多 也得调 也是这笔分路 当期一点没卖 那我们前面有过是这笔分路 你卖掉了70% 分路还是它 我前面这段就分期的是说 要调增的一共是80 这80就说 你这个24肯定得调过去吧 因为我们本来是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这个东西啊 然后另外从合并的角度来说 被投资单位那边不说吗 还有过56呢 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因为你从合并的角度 认的根本不是被投资单位 所转的营业成本啊 那它是按照入账1000算的呀 那不行 所以最终结论 能理解这段文字最好 不理解 你就是想 对于呢 顺流交易 不管当年被投资单位 卖多少 卖不卖 要是有子公司去编合并报表的 只去看 内部交易发生那个点 比如说我们存货 那你就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然后用这个数 直接乘以持股比例 代方一定是投资收益 我前面给分析的投资收益总数 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 那如果说那个点上是属于卖的固定资产 有资产处置损益数 那就借资产处置损益 带投资收益 就只管 内部交易发生那个点上的就完了 实际上当你学到合并财务报表的时候 反过来可能会理解的好一点 营业收入啊 只要内部交易的 肯定都抵消 全抵 比如说 现在贾 跟乙 他六百万 卖到这儿 卖了一个一千万 合并报表把它做一个整体 贾这边是不是确认了营业收入 确认一千 你别管乙当年卖不卖 卖多少 合并报表上 贾要确认一千万的收入 都得抵掉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它是未实现的 真正合并报表的角度 认得是 以往外卖 确认的收入才是真的 你说全卖了 全卖了也得抵 一千也得抵 一点没卖也得抵 那这么个过程 那同样我们这边也一样 你作为整体 我肯定是一千万都得抵 但是乘以自己持股比例 百分之二十 所以千万不要去想啊 这个东西 逆流它怎么就乘以 持股比例 调长期股价投资 和什么存货等资产呢 顺流它怎么就不调呢 你想顺流的话 你别管乙公司卖不卖 影响没影响 投资企业这个损益啊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啊 没有 不像逆流 因为资产是在投资企业那边 我一直强调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说 你得看投资企业 只有投资企业的东西 才进入到合并报表里去 营业收入吗 那就应该是 要是不是母子公司合并报表 抵一千万 一定要抵 那我们现在要撑起 自己持股比例 没有任何问题 投资收益我也给大家分析了 最终也是全部的 不管卖不卖 都是这样 下面我们再看呢 例十二 以公司于208年 将上售商品全部出售 都卖了 以公司阿里姆 八年实现的净利润是 三千六 那假定不考虑所得税因素 看一下 个别报表上确认投资收益 这跟前面都是一回事 就是上一年 未实现的东西 本年要实现了 肯定把它加回来 上一年没卖 本年卖了四百万 加回来呗 三千六加四百之后 乘以百分之二是八百万 我们会有借长级股价投资 代方代投资收益 八百万 那下面我们考虑吧 你说 如果假有子公司需编合并报表 合并报表还有调整翻漏吗 那还有什么呀 因为没了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已经全都没有了 已经进入到二零某八年了 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说二零某八年 如果这存活一点都没卖 合并报表上 如果说假有子公司 去编合并报表 有调整翻漏吗 也没有 因为 到了二零某八年 根本不存在着 有多的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的问题 你还调什么呀 就是 他都会在假的那个账上 反映到假的报表里面去 他没了没了 就不要再调了 跟逆流不一样 我也发现了 有人就说 你就背下来 都乘以持股比例 那没懂这一块 逆流的是 因为假的这边 他捷存的是资产 资产的未实现利润 所以他肯定要考虑 到底还留下多少 卖多少 调长期股价投资 和那个相应的资产 我们这个顺流 你假的这边多的是损益 那个损益的东西 跨年就没呀 那还调什么了 没有 没有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吧 说假 这是顺利 然后对外 再看一次 假六百万 卖个乙 卖到这边卖了一个 一千万 如果他对外卖 假定是一千一百万的话 这是对外卖掉的 你说这是在 二零某七年 就是这一段 当时未实现 二零某八年 乙呢 假定说对外卖了 出售了 乙当时在他的个别报表上 确认的利润只有多少 一千卖一千一 只有一百 而真的利润是多少 原来的只是六百呀 六百卖一千不认 那现在应该要认的话的利润是五百呀 六百跟一千一的差 你当时没认 你只是一百呀 所以把那四百也加回来 跟前面说的是一样 也就是说对于像这个存货 以前年都没有实现的 本年实现的东西 那你卖了就实现了 对外了 要加回来 这是对于实现利润的时候 那三千六加四百之后 乘以百分之二十 我们就可以确定它了 应当说明的是 投资企业与其联营企业及 恒营企业之间发生的 无论是顺流交易 还是逆流交易产生的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失 属于所转让资产发生 简直损失的 有关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失 不应于抵消 我们前面所谈的 都是实现利润的情况 六百万买一千万 有未实现利润四百万 那你要一千万卖六百万 这就成损失了 损失这一块 你可不要轻易的想 就对它进行抵消 那不合适 我们不能去消除它 消除这就不谨慎 好 看一个例题 甲公司持有乙公司 百分之二十 有表决权股份 能够对乙公司 生产经营决策 施加重大影响 18年 甲公司将其账面价值 为八百万元的商品 以六百四十万元的价格 出售给乙公司 至18年12月31日 该批商品尚未对外部第三方出售 甲天甲公司取得该项投资的时候 乙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 供免价值与账面价值是一样 两者在以前期间 未发生过内部交易 乙公司 18年度实现净利润是两千万元 不考虑所得税等 其他因素的影响 那这个呢 由于啊 价格高的往第一楼卖 这要认的话叫未实现损失 但是损失这部分我们不调 认为它是减值 所以进行会计处理时 就用两千乘以百分之二十就完了 借长期股权投资 代方代投资收益四百万 就这样来处理 你别到时候哎呀 加上吧 那还有一个未实现的 一百六呢 就六百四跟一百八的差 不要加 加这块你就挑多了 这个损失 该简直简直 好我们下面看一二年考试的一个单选题 甲公司持有乙公司30%的股权 能够对乙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2052年度乙公司实现净利润是八千万 当年6月20号 甲公司将成本为六百万元的商品 以一千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乙公司 乙公司将其作为管理用固定资产 并于当月投入使用 预计使用十年 没有参值 年限平均法提折旧 我们不考虑其他因素 说甲公司在其2052年度的个别财务报表中 应确认对乙公司投资的投资收益是多少 六百万卖了一千万 但是另一方形成的是一个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当然会有一个提折旧的问题 甲公司在其2052年度的个别财务报表中 应确认对乙公司投资收益怎么算的 这样来算 它的账面上是八千 那这项固定资产在卖的时候 一方是产品 卖给另一方形成固定资产 六百万卖一千 有未实现的损益 这个金额数应该是四百 因为不认 我作为一个整体不认 但是固定资产这块未实现的损益 以后通过多提折旧方式是会实现的 所以我们先要把总的未实现的损益 那这四百给它减去 然后看当年实现多少 实现的要把它给加回了 四百万固定资产 预计使用年限十年除以十 由于在2052年交易的时间 是在6月20号 所以提折旧是从7月份开始 那我们当年多提折旧只是半年的时间 实现了这么多把它加上 中国号里是调整之后的净利润 之后我们再乘以百分之三十来进行计算 大致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这样来看 如果说固定资产啊 原来是六百万 那现在卖了另一方 卖了一个一千万 现在讲了 假是六百万卖了一千万 这是一个假 我们这里面 石油乙百分之三十 说卖了乙 按照十年要提折旧 如果是六百的话提折旧 每年提多少呢 按照十年嘛 这里说十年计提折旧 年限平均法 没有残值 这样呢 它是每年计提 正常的话呢 每年提六十 因为六百除以十啊 但是 形成固定资产的一方 它每年提折旧 提的是一百 一千除以十嘛 提的是一百 每年都这样 那大家看一下 十年后 账面价值 没了 没有了 因此 因此在开始 你会看到 固定资产里面 有未实现利润 确实有四百万 但等到十年之后 没了 没了就意味着实现了 怎么实现的呀 每年提折旧 多提四十 最终就实现了 我们也可以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 你说以每年提折旧 它是一千除以十 是不是往费用里面计一百呀 它往费用里计一百 但是我们认可的往费用里计多少呢 六十 我说每一年 它往费用里计多了 你说我们在它实现的利润的基础之上 把这四十怎么办 如果是每一年的话 调上了呀 比如说你的利润 假定 现在是这个 九百六 它是每一年啊 往费用里计一百的时候 实现的利润是九百六 如果是 我们作为一个整体 你要往费用里计六十的话 是不是利润会多四十 你往费用里计一百 我们正常是计六十啊 那你实现利润的四十不就加回了吗 它就这个概念呢 就是说固定资产里面 未实现的这一部分 以后通过提折旧的方式 是会实现的 实现了利润就把它加回了 因为它高的数字 往费用里计的 所以这不就加上吗 但是我们在2012年 只有半年的时间 半年只是二十 把这二十加回了 都是这么个过程 那加加减减呢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我再做一点补充 如果2013年度 以公司实现净利润数呢 是九千万 那你说 2013年度 我们要确认投资收益多少了 实现利润九千 固定资产上一年发生的交易 未实现利润是在2012年 2013年没这个问题了 那这一年 一千减六百之后 四百除以十吧 又实现了 固定资产提折就提这么多 就是多提的呀 多提折就 你想是被投资单位的利润减少了 而我们 不认这个 我们认的正常提折就六百除以十 六十 但他提折就按照一千算的 这要加回来 因为他的利润九千 提折就是一千除以十 往前记一百变成九千 如果你要记六十 那就肯定九千零四十了 所以加回来呗 加完之后再乘以百分之三十 二十七十二 这是他的处理过程 所以你看固定资产 包括无形资产也是一样 当年啊 有未实现利润要减去 但以后多摊销 多提折就 我们要加回来 道理我也说了 他以后会实现吗 或者说你从被投资单位 他呢 往费用里 寄多的情况下的利润给我们了 你要是费用少计一点 当然是不是也得加回来 增加利润啊 就行了 下面看第二个 说合营方 向合营企业投出 非货币性资产产生损益的处理 合营方向合营企业投出或出售 非货币性资产的相关损益 应当按照以下原则处理 应该不是多么的重要 但是大家反正知道一下为好 第一个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 合营方不应确认 该类交易的损益 就是不要有损益了 合营方 合营方向合营企业投资产 说与投出非货币性资产 所有权有关的重大方形和报酬 没有转移给合营企业 那没到那边呢 你不要确认损益 再有投出非货币性资产的损益 无法可靠计量 那也别确认损益了 然后说 投出非货币性资产交易 不具有商业实质 这实际上也是和我们 收入等准则配套 我们要想确认收入的 也要求有商业实质 那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说 没有商业实质 也不要影响损益 进行配套 我们看一个例子 甲公司与乙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丙公司 各持股比例是50% 共同控制丙公司 18年1月1号 甲公司投出厂房 该厂房的账面 原值是2000万 以提折旧是400万 供引价值1700 假定的该项投出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不具有商业实质 这只是做那么一个假定了 就说他不确认损益的时候 会怎么去做 提的假定不考虑 增值税等相关税费 要求就是编制假公司 18年1月1号 对丙公司投资的会计分路 我们固定资产对外投资 认为就是把固定资产 处置吧 同样呢 是要通过固定资产清理科目 来进行核算的 因此我们有借方固定资产清理 1600 累计折旧400 带固定资产 就是把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转入到固定资产清理 然后呢 让不让影响损益 你直接就把固定资产清理的数 转到长期股权投资就完了 所以我们会有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代方固定资产清理就结束了 不再有别的 不让影响损益 再看下面第二个 核英方转移了 与投出非货品资产所有权有关的重大方向和报酬 并且投出资产留给核英企业使用的 应在该项交易中确认归属于核英企业其他方 其他核英方的利得和损失 实际上就是把自己这部分消除 别人不消除 只是他这么说 你要确认归属于别人的 别人当然了 你消除不着 比如说利润一百万 未实现的 我们持股比例百分之三十 你消除你百分之三十的 那百分之七十你管得着吗 但他说着这么说 这显档次啊 你要确认归属于其他方的 意思就是说 那我们称以自己持股比例消除 交易表明投出或出售的 非货币性资产发生减值损失的 核英方英全额确认该部分损失 这跟我们以前一样 就如果是出售资产 价格低了 不有一个八百万卖六百四十万吗 那你卖低了 别管 别去进行调整 就按照他发实现的利润 直接一乘以持股比例就完了 那叫全额确认这种损失 不是属于减值吗 减值你知道呢 减值那个方式去进行处理就完了 我们接下来看下面这个例题 甲公司 乙公司 于18年3月31日 共同出资设立丁公司 注册资本是五千万 甲公司持有丁公司注册资本的38% 乙公司和丙公司各持有丁公司注册资本的31% 丁公司为甲乙丙公司的合营企业 甲公司以其固定资产厂房来出资 该厂房原价是一千六 累计折就三百 供原价值是一千九 没有提减值准备 乙公司和丙公司均以一千五百五十万元的现金出资 这出资的情况 甲定厂房的上课使用年限为十年 年限平均法 具体折旧没有参值 丁公司18年实现净利润数是八百万 甲定甲公司有子公司 需要编制合命财务报表 不考虑增值税和索得税等相关税费的影响 这就是说组成一个合营企业的情况 甲的这边 投出的是一个厂房 乙丹丙投的是属于现金 要求编制甲公司18年度个别财务报表中 与长期股价投资有关的会计分录 即18年12月31日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的调整分录 那我们先看一看甲公司在个别报表上如何来进行处理 甲公司对丁的投资 那你长期股价投资当然要考虑公允 这是公允价值吗 权益法核算 你要进行用非现金资产投资 肯定是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 确认长期股价投资成本 然后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要寄到当期损益 我们这里面公允价值1900 账面价值原价1600提了折旧300 账面价值是1300 那当然这个差额 要把它寄入到当期损益 所以差600呗 我们把固定资产 的原价1600 累计折旧300 转到固定资产清理 就有借固定资产清理是1300 累计折旧300 贷方固定资产1600 长期股权投资 按照公允价值来进行反应 借记长期股权投资1900 贷固定资产清理1900 公允价值那当然最终的固定资产 清理要截平呗 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认为是卖掉 我们要把固定资产卖了的话 那这一部分呢 当然影响的是资产处置损益 把它截平 就有借固定资产清理 带资产处置损益 600万 这是他处理啊 个别报表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 那18年12月31日 投出固定资产中 有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开始的时候反映资产处置损益600万 那是说 这项固定资产中未实现利润 为什么叫未实现利润呢 我们把投资企业和 联营企业 核营企业是作为一个整体的 那这个相当于一个顺流交易 顺流交易 那不就也类似于投资企业 把自己资产转给联营企业一样 只是我们以投资的形式出现的 你这项固定资产 如果1300到1300没事了 但是1300到1900啊 所以反映到资产处置损益600万 那开始就未实现 那前面有跟大家分析过说过 未实现的这一部分 通过踢折旧的方式会实现啊 我们3月31号投资 预计使用年限10年 那当年多踢多少折旧啊 因为它是按照1900踢折旧的 往分野里记 我们应该是以1300为基础 踢折旧才是对的 差600吗 600除以10 3月31号投的 那当年多踢折旧9个月 所以真正未实现的利润 应该是555 未实现的总数600 实现了那600除以10 乘以12分之9吗 那最后这形成未实现555 实现45呗 未实现600减去实现的45 555 那最后形成这一年未实现的损益 那由于18年甲公司个别报表中 它是确认的利润给的是800万 当然这是投资之后的嘛 那就是800万 我们要把555给扣了 这是进行投资啊 那要把它给扣了 再乘以38% 就是3.1倍 因为我们持股比例38% 是把资产 直接投资投到了合营企业 那把这件事情认为是一项内部交易 就是顺流的交易 我们才这样做 我也碰到有人 跟我聊天 说是 是不是投出资产 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就要考虑内部交易的消除 比如说我现在投出存货了 买了一项投资 30% 要考虑内部交易消除 这只是完全迷糊了 什么意思 你要是 拿存货投资 取得某一方股权30% 这个股权在市场上进行转让呢 与你内部交易有什么关系 你这个人都不怎么认识呢 内部交易呢 比如说原来 A公司 持有B公司30% 我们现在给A公司一批存货 A 假定持有B30% 我们现在站在假的这个主体的角度上 说是给什么呢 存货 把一部分存货给他了 给了A了 然后取得了A持有B30%的股权 现在变成 假持有B30% 这不就形成了吗 假这边长投 B 持股比例30% 还有内部交易消除 你把它存货给他了 这哪消出去 你现在是持有B30% 说以后跟B发生的内部交易 你该消除消出去吗 我们这个为什么要消除 是你投的资产 已经到了联营企业 在联营企业那边呢 我们把投资写跟 在合营企业那边 把投资写跟合营企业 做为一个整体 所以才有消除的事 这个不要出现问题 那然后我们 最后借记 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93.1 代投资收益 93.1 说假公司在合并报表处理 合并报表上 大家看到 开始投资这个点上 有多少资产处置损益 600 这叫资产处置损益 就反映了这个数字 我说了顺流交易 别管以后的事情 前面我做过分析 就看 投资那个点上 你看我们前面书上的说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有多少 直接乘以 持股比例消除 那这个是资产处置损益 我们干脆 持股比例38% 因为他用的是投资收益 那我们现在就 借资产处置损益 600乘以38% 代方 代投资收益 也就是说 要是顺流的话 有此公司 需要编合并报表 我们只需考虑什么 就是要考虑 看在投资企业 这边损益是什么 然后把这个损益 乘以持股比例 借这个损益 当然你可能 还带营业成本呢 代方都是投资收益 就行了 不用再去想 哎呦还提折旧了呢 你要自己分析分析 最终结果肯定也是他啊 这没有任何问题 你要是感兴趣 你就分析去 你要不感兴趣 你相信我这没问题 只管投资那个点上 顺流交易 损益是什么 在你投资企业的 账上报表上 乘以持股比例 消除它 代方代投资收益 就OK了 就没有别的问题了 那这节课 我们介绍的还是 内部交易 内部交易是顺流 如何进行处理 未实现的都要消除 以后实现的又加回来 如果说有此公司 需要编合并报表的话呢 在合并报表上 你主要就是看投资企业这边的损益是什么 然后把它消除 别管是被投资单位 对于这项资产是如何处理的 与我们没关 那你消除这个借放 代方就是投资收益就行了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